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辞秀牵动民进党英系苏系与新潮流建派系的权力斗争 前隔魁苏贞昌扮起太上皇 秀一登场火速喊话 没有陈杰仲请辞这回事 状况外的行政院长陈建仁隔四小时后才发新闻稿呼应苏的说法 印证陈建仁只是一个傀儡院长 陈建仁从今年一月底接任各位至今 行政院对外大大小小事务 只看到副院长郑文灿穿梭的身影 陈奎有如隐形人 当各界都在质疑资本额仅五十万的超私进口上 仅能承软于六成进口八千八百一十四万颗鸡蛋石也是 郑文灿亲上火线挂保证强调资本额不是重点 陈建仁没有派系色彩相对也不在权力核心范围内 陈建仁是蔡甲博士男孩 他走人或留任的人事决定权 岂是陈建仁能准博的 当然是蔡甲博士说了算 在这方面政坛翻滚成经的苏珍昌最懂得出手时机 当陈建仁请辞秀一上场 苏直接叫板 有人急着放话操作 这非常恶劣 苏不但强调陈建仁没有提出辞职书 更班出蔡甲博士没有要陈辞职 苏这一招冲冲冲 一来证明他宝刀未老 二来向新系赖清德示威 请辞风波突然爆出 凸显赖清德人马为避免影响选情 急于拔掉陈建仲 但蔡甲博士已明示 他当家到明年5月20号 因而激起苏系与英系联合反制 这也是为何请辞秀上演四小时后 行政院才发了一支有气无力的 没有请辞获准情事新闻稿 这场秀只是陈建仲丑闻的 官场现行计民进党高官 没人关注超死进口弹 以衍生为食安风暴 秀已落幕 爱哭的 陈建仲保住官位 可以开心里笑了 至于整场秀 不见角色的陈建仁如此窝囊 院长还能干得下去吗 好文章就是因为这个鸡蛋的事情 鸡蛋的是台湾缺鸡蛋 没有 结果从外边引进 结果引进的鸡蛋呢 后来发现早过期了 早就不能吃了 中间还造假 就跟之前台湾进猪肉似的 把那个猪肉的标签给换 换成台湾猪 最后呢 外边包装是台湾猪 里边包的是美猪 结果还是被人给发现了 台湾就搞这事 鸡蛋从那么老远运用过来 保质期呢 没有 改 反正拿钱给自己的嫡系 这个是民进党官用的 其实我想国民党当年也差不多 有了权就有了钱 有了钱就不管那么多了 台湾这个政府现在 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只要他自己的帮派能够挣到钱 什么都敢干 当然这里边说了就是说 陈建仁是一个傀儡院长 本来陈建仁放在那儿就不需要做什么 陈建仁获取一个政治资本 将来有可能在总统这个位置上呢 替蔡贾博士把把关 而苏贞昌就是一个老油条随风倒 苏贞昌在这个时候官方向 官官方向他还是倒向了蔡贾博士这边 苏贞昌这个做法其实是有含义的 也就是看得出来 现在赖清德那一方可能不行 还是蔡贾博士说了算 也就是马上来的这个选举 谁能选得上还是蔡贾博士说了算 苏给自己留一块地 给自个儿的孩子留一块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苏贞昌很聪明 就是投靠蔡贾博士 这个准备错 所以现在台湾这个政治呢 透过苏贞昌这个事情还是能看得出来 其他人都没用 只要蔡贾博士那个地方说 让谁当选 谁估计就当选了 这篇文章呢就透露这么一个含义 我的解读是这样 第二个话题关于国际新闻 在美国这边川普关于台湾 他说了一句话 尽管川普现在他不是总统 但他说的话呢 还是会得放在新闻上 我们先看看川普他的意思是什么 川普是这样说 川普说既不言明 也不排除派兵保胎 底派不能录 美国前总统川普表示 他不会讲明若中国无力犯台时 会否派美军支援台湾 也不会排除届时派美军赴台的选项 因为战略底牌不能轻易示人 川普接受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NBC News节目 节目主持人为客访专访 谈及包含堕胎权 自身一系列遭起诉官司利率 俄乌战争等各项议题 出身问川普 您是否以下决心 若中国入侵台湾时 会派美军到台湾 因为拜登说他会 川普回答 我不能那样讲的 不会 因为若我这样讲了 就把底派亮出了 只有傻子才会亮底派 我也听到德桑蒂斯 目前川普在共和党初选的最大对手 对此说他愿意如何 云云在我看来 干嘛把战略讲出来 这是不能讲的 所以当你问我这个事 我才不会明讲 因为会让底派进路 主持人追问 那你也不会移除派兵赴台这个选项吧 川普回答 我任何选项都不会排除 川普表示 若是他在当总统 根本不会发生这场俄乌战争 原因是 总统普京很敬畏我 不要耍花招 我会要他别轻举妄动 他就真的不会 因为我没连任才会发生这些事 还说同样的道理 好 这个文章就是说 美国人非常喜欢讨论 动不动就是共军武力犯台 美国派不派军人出去帮助台湾打仗 文章说好像拜登说可以 拜登说要派兵 也就是他嘴巴说一说 美国才不会派兵呢 川普呢 这种回答也比较策略就是 没什么可回答这种问题 本身美国出兵不出兵 保护台湾也不是美国总统定的 美国总统这个官和俄罗斯总统这个官 不一样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出兵打 他就打了 而在美国可不是 美国总统说出兵打 你算老几 你就是个演员 你听我给你指挥 得后边有人让他说 你才能说 拜登说了多少话了 最后白宫都说来 当他没说 他等于是老年痴呆了 就跟没说一样 没用 这种问题 你问美国总统其实没用 美国总统是个演员在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后面 有制片商 有导演 有剧物 这个后台 让你演什么样的剧本 你就得照着剧本来演 你自己是不能乱来的 川普为什么干了一届就让你干掉了 就是川普的当时不让人家的剧本去操作 川普想演他自己的剧本 不行 你要这样干的话 人家直接就把你这个演员给你file掉了 你滚 滚下台去 拜登听话 拜登就是 你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你让我签什么字 我就签什么字 只有我在舞台上说错话了 后边说 哎等 当他没说 那是他胡言乱语 就完事了 至于拜登家里那点事情 你拿多少钱 人家他不管你呢 就最好你拿点钱 你拿点钱 你那个短注 攥在我手里了 我让你签什么字 你才听话呢 这是一种操作控制的手段 控制美国总统 要让他去贪污点钱 而川普呢 不好控制 川普他不贪污钱 他不缺钱 他不去乌克兰要钱 他连美国自己的工资都不要 他根本不要钱 所以你抓川普这个贪污 你根本就抓不着 他一分钱都没拿你 那怎么办呢 你抓不住他的短 你就控制不了他 你控制不了他 他就不给你签字 这不就是不符合演员的标准了吗 所以川普演了一台戏就走了 拜登上来继续演 拜登演到今天 他家里这儿事情被抖了出来了 下半还能不能再演得下去 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我们看看美国现在围绕拜登家族这个钱的事情 乌克兰的事情等等等等 看看怎么闹 闹到最后 虽然很听话 但是形象已经一塌糊涂了 这么一塌糊涂形象 他们一个人还继续当美国总统 在全世界都已经被人嘲笑了 但是有可能当 也有可能换一个 不知道 我们等着看吧 好 谢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